中國三大難招音之一的莫華倫 被確診中共病毒 香港人莫華倫去年在反送中運動期間 多次為中共和港警站臺 據悉 莫華倫3月17號到4月11號 在泰國醫院就醫時就已經確診感染 現年61歲的莫華倫出生於北京 7歲隨父母移居香港 獲得夏威夷大學學士 紐約曼哈頓音樂學院音樂碩士學位 莫華倫近年積極在大陸發展 2007年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演唱 2009年在張毅謀導演的《圖蘭朵》中 擔任男主角 2010年在上海世博會閉幕禮上演唱 2020年在中共央視春晚中演唱 此外 莫華倫還積極參與大陸和香港政壇 2015年擔任北京市政協委員 2016年当選香港行政長官舉辦的文化共融 2019年出席建制派議員何君堯等人 組織的稱港警集會並演唱歌曲 去年 香港區議會選舉前一天 中共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 臉書專頁播出成龍等藝人的短片 抹黑反送中民主人士莫華倫也有露面 今年2月 中共掌控的鳳凰衛視發布視頻 為其所謂的抗議做宣傳 莫華倫參加演唱 《大紀元時報》3月10號編輯部發布特稿 病毒針對共產黨而來 指出遠離中共是自救的良方 新唐人記者 畢新慈 名譽 綜合報導